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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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知道这个怀孕 对你这个病的发展 越后都不好 这个确定一下 确诊一下还是应该的 因为必须做病理切片 才能够确诊 病理检查的结果是经标准 所以我建议你做进一步的检查 我当时应该是意识到了 比我之前想象的 或者说比我了解的要严重一些 我叫郭建祥 是张宁轩的爱人 今年35岁 我是从事服装跟消防安装工程 这一块的业务 我还是觉得 就是让宝宝玩一点出来 就是我这件事也可以多补一下 真的以医生的建议为主 如果从站在宝宝这一方面来说 肯定逐月带孩子 他会更好带免疫力会更强 对啊 如果从你的病情那一方面来说 如果没事是最好 如果真正是像 昨天 是吧 那个检测报告 上面的那个 虽然他写的是可疑 但是我们还是要到别的医院 再去做一个检查 做完检查之后 他那一段的心理压力就特别大 那我作为我来说 在大人和小孩之间 我肯定是保大人不保小孩 当时也是祈祷希望不失 第二天 张宁轩和郭建祥 来到南昌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进行复建 虽然心里已经感觉希望不大 但他们仍然期盼 会有奇迹发生 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 你的那个 打开来看了一下 那个宫颈的情况 从宫颈后身来说 你后面 已经有一个最三物 什么叫最三物 就不属于它的东西 如果这个东西 确定就是在癌人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路上可见的 按分期应该是一比一切 一比一切的 我要做手术的话 我要怎么做 我不打算要把这个 整个子宫切掉 而是要把 整个的一个公旁 就是子宫旁边 旁边切三公分 阴道切三公分 然后这边 双腹间切掉 挖第三尺 等到星期四 等到星期四 最后的结果出来 病理结果出来 终止 这个确实超过了我的预期 没想到会有这么严重 我觉得在座子宫 已经是最坏的结果了 应该完全就是 蒙掉了这种 我说不可能 也不至于 当时真的就完全 出乎自己的想象 面对质疑要保护 胎儿的妻子 一向很有主见的 郭建祥 此刻也没了主意 你休息一下了 我出去一下 马上回来 有事你打电话给我 很快 喂 喂 妈 听得清吧 那个我跟出来 丈娟今天已经搬到路院了 去打了个电话 去打电话 跟你妈打了个电话 不会吧 这种话说什么 说了 说什么了 因为当地社会的人 肯定是太色变的 女儿家成为员 又照顾不到 又不能天天所在跟前 所以我不想让他们过分的担心 就是装我也要装出 很轻松的这个样子 所以我还是表现的看起来轻松一些 把这个环境不要搞得这么紧张 没什么 就跟问一下他什么时候来了 嗯 你现在不能跟他说的 不要搞他这点感情 知道 等他来了再说嘛 好 够了不 有一点 吃饭就 好 你拉一下 你走 哎呀 高高 哎 什么呀 张丁姐 哦 张丁哥来 在这边 我带你们去了 哎 你们来了 哎 来 坐 我认识他很多年了 我们是偶尔听到那个张姐住院了 我觉得当时我们听到他那个 我觉得我心里受不了 他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人陪的 都变漂亮了哟 从过年到现在没怎么见吧 漂亮多了啊 对生活也好 对工作也好 本来就要抱乐观的态度 这可能跟我的心态有关系 因为你如果事情 你当你很悲观的时候 或者说你的情绪非常不好的时候 可能会加速一些他的发展 甚至影响到宝宝 所以我一直都很乐观 没有往坏处去过分的想 当然了 当别人说这些的时候 你不可能不想 干嘛 你没事的 没事的 你不要这样吗 干嘛嘛 哎呀姐没事 这么好躺在这儿吧 我们跟张姐就跟亲姐妹一样的 不管是在生活方面 还有说工作方面 哪怕她离职了 她都会帮我解决 好了好了 已经这样了 我知道你们跟我都很好 是吧 大家这么多年的姐妹 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 我们都处得非常好 我也知道你们私下里 真的把我当自己的姐一样的 很有感情 而且你们也确实是我 怎么说呢 都是带出来的对吧 没关系 这不是好好的吗 没事 你这个眼睛差不多了 时间快到了 我理解你们 没关系 你看吧 这不是老公也在这儿 也是找到最好的医生 对吧 接受不了 它已经发生了 所以大家都要坚强 好不好 哎呀 真的都是 其实我们真的 就是因为一份工作认识的 他们就是很多时候 潜意识里 都好像把我当成 自己的亲姐了 我还是不想让他们 过分的担心我 他们会把这个东西 向周围的同事去扩散 到时候 我怕他们都为我担心 或者说去做一些 为我做一些事情 其实我不希望他们这样子 我还是希望你们 跟我一样很乐观 支持我 对不对 希望下次来的时候 看到你们一个个的笑脸 不过 照顾好三点 好 没有照顾好 找你的 我跟你说 你看 亲友团 娘娘团的强盗 我送他们 你们放心 好 我送他们 有事打电话 注意事 好 会的 拜拜 你们注意安全 路上 送走了好姐妹 张礼娟一个人 独处病房 一向表现得坚强乐观的她 此刻仿佛陷入了沉思 面对前途未博的命运 她还能做点什么呢 我一直都没有认为 她能威胁到我的生命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医学 比较发达 而且我发现这个 从我发现到现在 并没有太久的事情 但是想到这个事情 还是挺悲观的 万一发现了怎么办 如果有一天 如果真的不在了 自己自信的人 是没办法去面对的 就是这个 就是想到了这个 我想我会 给这个家做一些安排 我只是没想到 医生说要签这么多东西 跟我之前预期的 有点大 想的有点大 所以 一下子心里这样 有点接受不了 之前医生说 切子供我都能接受 然后那附近 还要再切三分分 真的是我从来没想过 医生说是要看到 如果做的这个火箭 我确定是矮 那就是这种方案 如果不是 那就可以不用 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非常重要 我们就只能等结果 我估计好 我到达你去了 几个医院都看了 都这样说了 因为看到很多 特别多没有妈妈的小孩 真的太可怜了 我怕我万一干嘛了 孩子 你怎么办 我不走 就想到我的小孩 没人照顾 然后 老婆怎么去面对 这么一大家子人 老到老 小的养 然后她还有工作要忙 然后要承担养家的 这么一个责任 然后又要兼顾外面 就要兼顾里面 兼顾不来嘛 但是就想到这个 所以没得住 我也要 我没有我妈怎么办 肯定是蛮担心她的 如果真正是 其实我觉得我会蛮 蛮累死她 就是蛮对不起她的 等于把这个事情 前妻给 就是疏忽了 如果我怎么样了 我希望你能带孩子 每年去看见我妈 在我妈妈有生之间 每年都去看一次她的 好吗 我也不会说很苛刻地去要求 但是一些基本的东西 我会要求她去做的 带着孩子再去看看我妈 我爸爸就可以 然后你自己的话 万一如果我不在了 也不是说这一次 也许这个病以后 会经常复发的 万一我不在了 你照顾了我自己 可以找个人 照顾你个孩子 我没意见的 每个人的生活 都应该有他自己 应该能承担 能面对的那部分 我会跟我的老大说 他要学会哪些东西 会去面对哪些东西 有些东西 既然商店已经安排好了 那我们就应该去面对 而且应该现象地去面对 外观地去面对 我相信我的小孩 也应该有这个承受来的 张礼娟尽自己所能 为每个亲人都做了打算 只是她何尝不知道 再周全的安排 又怎能比得上 一家人的幸福团圆 不是 其实没有这么脆弱的 只是大叔想了一下 没忍住 我不想把这样的情绪 跟太多人分享 但是老公还是很亲的 所以我就跟他说了一下 就是这样子 离病理报告出来 还有两天 郭建祥从长途车站 接到张丽娟的母亲 就直奔医院 在病房中 母女久别后相见 洋溢着温馨 可蒙在鼓里的母亲 哪里知道 自己的宝贝女儿 正进行着一场豪赌 而赌注 竟然是她的生命 女儿肯定心情激动呀 一年多了 怎么不激动呀 怎么不大了 瘦掉一点 我只能帮她的心情激动呀 我没想到你 诊断的就是 怀疑是什么什么的 那个嘛 怀疑或者说一些 病理说明 说明这些东西 当时还是 没有确确这个结果之前 就不知道怎么 怎么去跟他说 这个是什么 要报告是吧 这个不要扇吧 空调看不了 这个等一下 回头给医生 这个没什么用吧 我去给医生弄这个 郭建祥赶紧拿走了检查报告 这一次虽然侥幸瞒过了张礼娟的母亲 但老人家一直守在医院 守在女儿身边 她似乎已经察觉到了女儿女婿 在隐瞒着什么 张礼娟夫妻开始担心 一旦病情严重 妈妈更加无法介绍 她们也开始犹豫 到底要不要告诉老人家实情 等一下你就跟妈说吧 我跟妈说说 你说吧 好了我说我说 就告诉她是他们回事就可以了 好 就是在日常生活中 包括跟医生的接触 避免不了会说这个话题的 迟早还是要让她知道的 因为她毕竟人在这里 看到到实际的状况 可能心里又会 比在家听到这个消息 更会落地一点 踏实一点点 跟着说这是 检查报告出来有点问题 子宫有点问题 刚开始其实前面就 那次是做产检的时候 医生叫她做一个那个什么 塞查 她就发现有点问题 就是不及时处理 或者怎么样的 时间长了过两年 两年至五年之间 就会引起什么 就会变成癌 但是没告诉你就是什么呢 还怕你担心这个 那个 她就没跟你说 是这样的 她告诉她秘密了 叫她秘密不要告诉我的天 我哪儿也没有告诉我的天 是个孩子不知道她怎么讲 她觉得她就谱 什么事情她就懂事 什么事情我们知道 得知女儿有可能生患宫颈癌 原本开开心心的母亲 泪如雨下 老人家一心想着来南昌 是为了抱外孙 伺候女儿做月子的喜事 谁曾想 女儿却是在拿自己的命 赌赌中的孩子 得知事情之后 老人家一个人在走廊里 待了很久很久 经过两天漫长而煎熬的等待 张礼娟终于拿到了医院的病理报告 你好 你好 拿回来了 你的病理目前为止是没有看大癌 我觉得这一点来说 今天确实很开心 是这十来天来 你没事来说 应该是最开心的一天 很轻松很适量 最起码为我宝宝的这种生产 争取的时间 也为我自己以后的这种 恢复或者说再确诊 争取的时间 不是说你的正常 你的工艺不正常 只是说比他开始 他们抱的那种 我们乐观一点 我们可以再等待一下 这个病理报告 让张礼娟一家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经历了这一段虐心的历程 他们终于可以开开心心地出院回家了 张礼娟要等三周之后 再来医院生下孩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醒来的时候 听到他那个哭声 其实还是蛮洪亮的 应该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是老天爷 比较眷顾我吧 我算比较幸运的 下一步 等过了残孕期 就是再配合医院做检查 做治疗 我会好好地 积极地治疗我自己 用更好的心态去接受它 然后去做调整 做改变 让这几年 五年也好 十年也好 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好 那我把它活得更好 那我觉得这样才是有意义的 好事多磨 用在张礼娟一家身上 恐怕是再合适不过 虽然过程是备受煎熬 好在结果却是温暖人心 这里面固然有幸运 但是我更加相信 还有张礼娟本人的坚持乐观 为这个家庭 这个宝宝保驾护航 那么三年的时间过去了 张礼娟和宝宝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我们马上通过视频连线 走进这个家庭 李娟 你好很开心 我们又见面了 你好雅芝 看你这个感觉呢还不错了 精神状态各方面都挺好的呢 是 因为那次手术完了之后 有定期复查嘛 然后家庭照顾的也比较好 那我想问问看 现在你再回过头去看 你三年前做的这个决定的话 感觉怎么样呢 觉得自己赌对了 是对的 毕竟一个鲜活的小生命 而且他现在宝宝现在也挺好的 很健康也很可爱 孩子在身边吗 我妈妈考虑到我的身体原因 在我妈妈那边她帮我带着 在外婆那边呢 在外婆那边是吧 那你现在是有工作吗 还是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我去年还是在工作的 然后今年的话 小宝宝要回到身边来 开始读幼儿园了 那我估计就会放弃工作 然后照顾我的宝宝们 好的 那你平时的话呢 也要多注意休息 一定要把身体呢 锻炼的棒棒的 嗯 好的 谢谢您 好的 好 行 谢谢您 再见咯 看到李娟目前的情况 一切都稳定的 大家都很开心 但是也有遗憾呢 我们没有看到她的小宝宝 听说是在外婆家 那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外婆 你好 李娟妈妈您好 阿姨您好 哎 主持人您好 哎呦 小宝贝您好 长这么大了 那现在宝宝是在您身边 您带着 这小男孩皮不皮呀 难带吗 好调皮哦 特别的调皮是吧 对 调皮 嗯 那我想问问问她 什么时候准备把她送回到南昌呢 差不多也要上幼儿园了 就是到下一个下一次嘛 好的好的 嗯 那您也多多保重身体了 好吗 谢谢啊 嗯 好的 好的 再见再见 我们也期待着李娟妈妈能够带着小宝早日回到南昌和他们一家团聚 真的是希望这一家人能够越来越幸福 好的 今天的故事在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联系 提醒一下我们的节目在手机江西台上同步播出 明晚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看我们的三八妇女节特别节目 明天见